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天狼美食這個頻道 我是杜師傅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蓮子南瓜湯丸 材料 熟南瓜茸50克 蓮子20克 百合20克 清水1000克 桂圓肉30克 罐頭紅豆100克 冰糖80克 做餡料中的紅豆300克 陳皮半小塊 湯丸 糯米皮配方 糯米粉150克 燉麵15克 豬油3克 開水約90克 左右 鱼米粉150克 魚皮偏硬 可放少許的清水 糯米粉19克 熟面糯米皮 可塑性強 不開裂 容易造型 成品阳挌可口 汤面糯米皮 製成皮靜至5分钟左右 汤卷皮重25克 红豆馅10克 煮至汤卷完全浮在水面即可 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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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水已经煲好,放鱼肉,红豆,再放煮好的汤圆 虾面亦 seeing嘆明 漁下的湯丸皮,分享一下香麻南瓜红豆子饼 這次我們一個南瓜 分別分享四款美食 皮重40克 紅豆腹重20克 黏色亮的白芝麻 明天下午 同時 出現 兩款美碟 有南瓜天然藍色和風味 軟鑼可口紅豆香 糖水清甜可口 谢谢你的分享 下期节目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